今天來錄一下這個關於機身打信徒這件事情 也就是2022年12月14號 就是看到這個新聞發出來的一個記者會這樣 然後我看到這個內容真的是還蠻想笑的因為 畢竟宮廟文化對台灣人來說啊 就是從小看到大了 然後包括我也是啊 就是從小就是看那些老機身然後超無保流血的畫面這樣 比現在還要嚴重 然後呢以前的超無保呢跟現在比較起來呢 現在的狀況真的是輕很多 因為以前他們真的是 血流了非常的多啦 但是現在已經很少看到血流那麼多的 但是看完 看完了這個 記者會新聞出來之後呢 我就真的覺得就是 是不是 有一個疑惑啦 就是說是不是在騙一些沒有降價過的人這樣 就是害我很認真的就是開始錄了這一集啊就是要來分享這個新聞的內容以及就是 我以前看到現在的這一些新的感想嘛 那大概就是先稍微念一下這個新聞的內容 因為這個就是在講說 前前 前一段時間就是因為有這個機身打信徒嘛 那後來就有出來他們開記者會嘛 那當然啦這個 就說這個 機桶打信徒的這個影片的內容 並不是事實 而且這個影片遭到了剪接 然後呢要對這個拍影片的人 那就是提出了那個 侵害著作權 妨害名譽還有加重誹謗罪這樣 然後這個 公主 這個宮主啦 也就是這個廟的公主 他就是 說啊這個機身 就是我的先生 所以他看的影片也哭了一整個晚上 就是我們的努力做那麼多 然後到最後這個 被人家那個扭曲事實嘛 就是覺得非常難受這樣 然後這個打人的機桶也現身在這個記者會表示說 造成 大家的誤解 這樣就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 學生都知道神明在教什麼 然後呢就是哽咽的說不出話來這樣 然後就是這個情況也是指說 他在降價過程當中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所以這些輿論 以及 被打的這個小姐也出來說 他只是眼鏡被拍掉而已然後造成臉上有刮傷 然後就是他其實 並沒有被人家打巴掌 所以因為這個輿論會造成這個 宮廟以及就是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就是外界都是不時的指控 這樣 就是我整個看完之後 我就是真的覺得非常的好笑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呢 我真的覺得 就是 就是你們如果下來地獄之後 我是不知道會不會被關 但是我是知道你們這個故事 應該可以拿來 被人家吐槽吐很久 因為這個 你們是不是就是覺得這個發生疫情的這段期間 因為大家可能太無聊了 你知道嗎 因為發生疫情的時候 大家就是 這個生活實在太無趣了 結果你們今天就搞了一個這個 這個記者會來表演一下笑話給大家看 這樣 我真的很久以前已經 很久沒有看到這麼好笑的事情了 你知道嗎 就是 你說會 侵犯到著作權這些事情 就是說 今天你是在公開場合表演這個 你無非就是想要讓別人看嘛 然後你又 穿你宮廟的衣服的logo 這麼明顯 你就是無非想要展現說你宮廟的名稱嘛 然後再加上你在路邊表演 那你就是無非想要展現 出自己的宮廟 你們有這個神明降價的神機嘛 對不對 那說到這個侵犯著作權啊 那是不是全台灣的所有宮廟表演 只要是拍攝的人都要準備等著被其他的宮廟告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麼多人拿手機在拍一些宮廟的 的這一些靜香的表演跟內容 然後這些通通都是違反人家的著作權 我就整個黑人問號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說 你這個關於著作權的問題 既然你是 機身嘛 你有神尊嘛 你要不要去東域大帝那裡 秉看看說 有沒有違反著作權 我相信你不敢啦 因為這實在太好笑了 然後 關於這個你降價那一套 我還是要講 就是 你是不是覺得說這還是說這套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你要不要問一下你的那個 太子說到底 全台灣有多少人會降價 會表演你那一套的 只要是很多 太子 應該幾乎都會啦 而且你在公開的馬馬路旁邊 然後你機車道上面還放你們那一盒一盒的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那誰放的 我沒有說你們放的 我只是不知道那個是誰放的 然後在那邊表演這個機身降價的活動這樣 然後還說要 告人家侵犯著作權 然後還有這個什麼妨害名譽 還有這種加重毀謀罪 說這個影片被剪接 還有配音 所以造成大家的誤解 這個呼巴掌呢 真的是 我是 造成大家看起來這個呼巴掌 是拍的非常的響亮 你知道嗎 就是 就不用降價都可以告訴你 你是不是因為不太高興你才揮手 揮了這個右手出去 對不對 那你今天就還要再告這個攝影的人 因為畢竟這個 只爆不住火了嗎 全台灣的人幾乎 都有看過 對不對 然後你就生氣氣要告人家說 你這妨害名譽造成我們很多困擾這樣 我是覺得 你沒辦法告一堆網友 比較有賺 賺頭啦 因為 畢竟你們的那個 一堆人都去你們的那個臉書那邊留言 然後狂灌一些訊息進去 就是 點燈會不會送護巴掌 然後 就是反正很多東西都會有提到這個護巴掌 因為畢竟 可能很多網友都是 都是 要表達他們的情緒嘛 那我是覺得你要不要去告一些網友好了 因為我覺得 這個你們記者會開完之後啊 這個留言的更是非常的激烈 所以我就說你是不是想要收集一些網友的留言 然後你就可以針對每一個人這樣來提告 我是覺得但是你也要可以告得成啊 我是真的覺得 同樣都是修行人 我是真的真的很好笑啦 你這明明的講白慘嘛 什麼叫講白慘 就是 很明顯的就是你這個記者會就越開越糟糕嘛 就是基本上全台灣有這麼多的機身有這麼多的神明會降價 你說你會失去意識完全都沒有任何的 行為 要等他退下之後你才會發生你才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 你這百分之百的公白餐啦 你是不是騙人家沒有降過價的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真的以為就全台灣 只有你會降價 還是說全台灣也只有你有降價的這個經驗 然後還說什麼 在那邊安寧怎麼樣一大堆 這樣我跟你講 你們這是百分之百內行人講外行話 什麼叫做內行人講外行話呢 就是如果你是修行的人你要不要去問看看你的老闆 就是你們那間的老闆嘛 那你老闆的前面呢 你的老闆是九天選女嘛 然後前面還有個老闆嘛 中台元帥啦 你要不要去問一下他們 你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難道他們都沒有阻止你不要開這記者會嗎 啊 我都我都已經知道說我老闆叫我不要嘴你們了 可是我都感受不到說奇怪你們怎麼會不知道你們 老闆會跟你們交代什麼事 凡事都是以和為貴啦 我是不知道說 你今天是不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感應都不知道 你們老闆要傳遞給你的是什麼東西 幾乎大部分都是會以和為貴啦 不會特別針對某一些 什麼樣的行為還是某一些什麼樣的原因又再去得罪了更多人 我是覺得你們這樣的行為 我是覺得真的是 超出我的想像 想像範圍啊 真的是我覺得太太厲害了 因為如果其他的機身 或是其他公廟也認同你們的行為 我當然也歡迎人家跳出來幫你們講話 然後你在看這個節骨眼上面有哪一間公廟敢跳出來 還有哪一些機身敢跳出來 去跟你們講一些這些東西 我跟你講 你一旦跳出來你就是被公開檢討嘛 就像你今天你那右手一揮你就是勢必要被公開檢討嘛 對不對我相信你在揮以前的時候 你還是有一點意識的嘛 不要說完全沒有 那為什麼我降價就不會像你們這樣無敵無告這樣 就是前面起架起架以前在那邊整個彎腰這樣 我一開始想說你是要表演虎爺降價 然後就開始東甩西甩 我想說你是在演外國電影的金剛你知道嗎 這樣笑你知道嗎 笑完之後 還是說公園的阿公阿嬤要降價 在那裡笑 手部運動嘛 然後後面的師兄還被你這樣甩來甩去打死幾下這樣 後面還有人跟他講說撐住撐住 要不是後來旁邊的人喊說什麼功贏莫隆中壇元帥師傅降價 我想說你是在金剛降價 我是真的覺得非常的有趣啦 我沒有笑你喔 我是真的覺得有趣 讚 你以後降價以前的時候 要不要先準備個沙包 讓你降價以前的時候 趕快打那個沙包這樣 熱身一下 你知道嗎 然後就開始就把那個臉抹黑這樣 喔 跟你講說 喔 抹得這樣黑色色 我就是那個要降價 你知道嗎 這樣黑黑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有在修的人 你不用塗得臉黑黑的 人家看你的後面也會知道說 你的老闆 是不是黑面的 喔 不是你這樣 抹得這樣黑黑的 就真的是 好像 好像這樣 喔 呱呱呱呱你知道嗎 齁齁齁 超兇狠的 超級兇狠你知道嗎 齁到一個 齁你知道嗎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我不知道 像我這種 我這種 修行人 看了之後我就真的覺得 非常有趣啦 怎麼樣有趣 就你你表演的那個真的還蠻有趣的 還有包括你降價之後走路喔 那種樣子 很像那個有沒有 就是那個小叮噪裡面那個祭安啊 你知道嗎 齁就是像那小福康祈福你知道嗎 齁然後 自己打你知道嗎 然後你就是一副這樣齁 齁人家要來找大上 修理要修理你知道嗎 齁你這樣 齁 降價那個樣子你知道嗎 啊拿那個太子的槍走路起來這樣 齁 像不像那個香港古貨宅裡面 齁好像要尋仇你知道嗎 齁這樣 我真的覺得 我不知道怎麼講呢 齁我我我沒有批評喔 我真的完全沒有 批評的意思 我只是覺得 這個現代表演的藝術真的是 非常的好 非常的妙 齁然後 人家中壇元帥本來就打先鋒嘛 齁 本來他是很兇的 那平常是 笑嘻嘻開心的要命 齁 那你如果真的要表演那種 很凶狠的樣子齁 齁 表演得很壞這樣 你知道齁 我告訴你 他 insane 你就要知道齁 背後那些神明哇 打打 ibm виде 你知道啊 這絕對他是比太子比較壞 啦 齁ener 有有聽過我前幾期在講 別人又有聽過前幾期在講 像警察沒有幫你端尿壺跟屎盆給你而已 還是說一口一口餵你吃飯 像皇帝一樣 因為現在很多宮廟還是會維持一些以前的傳統 就是說還是會保留機身降價的這一套 但是我們都是尊重 因為你保留機身這一套的話 主要是你還是要遜機 什麼叫做遜機 我們在說分機 他就是要成為神明代言人以前 你要做的一些降價以前 要做的一些準備的事情 跟那些禁忌跟那些注意事項 這個保留宮廟的傳統文化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因為這個是一個 算是我們宮廟的藝術 就屬於我們的文化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為什麼以前的那一套到現在 完全都沒有變 你知道嗎 你們難道都沒有懷疑過嗎 從以前到現在 降價踏步 我們說走北瓜 打包打腳步 一些執法 會鄉 執法器 演都是這樣 你說在以前的運量情緒 你知道嗎 我這邊沒有指名任何一間宮廟 我只是在講說 請大家不要對號入座 我只是分享我個人的觀察跟經驗 你說 機身降價 降完了之後 開始會想 那些香來的時候 我告訴你 機身來騎的時候 一開始騎的時候 左邊右邊 香來 再來一邊 左邊右邊 再來還香來 這樣 塑那個圓 你知道嗎 塑那個香 像是塑鞍一樣 這樣塑 塑完才有熱 開熱 我是覺得 要不要考慮一下 喝一下 那個 明天會開熱 對 我們來喝一個阿米 應該是比較有熱 比較對 不是 塑 塑 塑什麼 塑 塑一個廢有問題 我說機身降價 就是指說 像我這種機身降價 應該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樣 但是我分享我降價是怎麼樣 我降價的時候 就是老闆來了 老闆來了 你就知道他來了 他來了 就是我會有時間 可以穿衣服 可以準備我的東西 我也不用拿令旗 因為其實有些令旗 是看不到的 因為令旗的種類實在分很多種 但是大部分都直接插在身上 因為那是看不到的 所以也不用拿在手上 我也不用臉塗黑 表演那個 踏八卦 打拳法我都會 這都很簡單 如果你要耍拳法跟刀槍棍棒 這種我一定都可以 這真的太簡單了 但是你要表演超舞寶那一套 不可能 為什麼 我就沒在講到賣賣賣 拿那東西自殘 你以為現在是現代義和團 你表演那個這樣 這樣卡 我跟你說你這樣卡 身體都不會痛 不然你覺得比較大 用那個小小粒的在那邊 我跟你講一把鯊魚刀 你撲比較大 你想不到天才一百針 隨便一個刀下去割下去 都上百針起跳的 你在那邊小打小 然後在那邊 表演超舞寶這樣 我是覺得你有你的神蹟 神蹟可以證明在其他地方 不是說你拿那個 我這樣噗噗噗噗噗 好像很厲害 你知道嗎 我神明將這些都不痛 這樣 那打個壞掉 真的打個壞掉 是不是 修要修到這個程度 我就不要 不好意思 我不會搞這些東西 你有說寫文 我很會寫 寫符 我也很會寫 畫圖 我也很會畫 如果要講鯊魚 我至少還會二三十種以上 你們那一套大部分我都會 但是我這一套的話 你可能很難 有一點難學 因為每個人 寄生會的東西都不一樣 有一些人是專門在幫人家處理事情的 但是處理事情的這個職 我是不領的 而不是說你去什麼廟 什麼職都可以領 不要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我只要看到這個內容 起架的這些東西 跟這個新聞的這個記者會完之後 我真的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真的是有趣 被打這個信徒的 他也說這個記者會上面說 太子也沒有打他 他說只是把他的眼鏡給揮走 然後那個眼鏡碰到我的臉 然後我的臉就腫起來了 絕對不是被巴掌打的 我跟你講我這個臉 那個啪那麼大聲 我跟你講 那啪那麼大聲是配音 然後這個眼鏡斷掉的時候 也不是打的 我這個眼鏡是太子爺把他給弄到斷掉之後 然後這個眼鏡碰到我 然後我這個就腫起來這樣 你知道嗎 我想說這個很像是 我對不對 以前有被老師 小時候有沒有 他有被爸媽打過臉頰 生起來就是像他那個臉一樣 紅紅的腫腫的 你知道嗎 然後眼鏡也是這樣 你知道嗎 然後我絕對不會去學校 絕對不會說 這個是我爸媽打的 我會說這個是 可能我的眼鏡弄到 還是說不小心撞到東西 然後臉就腫起來了 這樣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好像跟我以前小時候講的 這個方式有異曲同工之 什麼異曲 反正就一樣了 有點一樣了 你知道嗎 異曲同工 或者異曲什麼 不好意思 我沒念書了 所以我實在忘記這個形容 這個成語到底要怎麼講 最有趣的是說 什麼說 因為當天是外圍的直視 被人家警告說不能靠近這樣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護法不能靠近準備東西 你知道嗎 還是說太子今天算道說 你跟他的右手相衝 所以叫你不要進來 你知道嗎 還是說 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平常得罪太多人了 就是為什麼要有那些直視護法站在周圍 還是說你以為你是佛教 你一定要有四大金剛站在旁邊 你才會覺得外圍有護法在旁邊 你知道嗎 以前跑宮廟的時候 就是有被這些師姐說過 說你就是站在師父旁邊 他在做東西的時候 你要站在旁邊做護法 你知道嗎 以前都說 然後就覺得說 我們要做一些護法的事情 幫忙 幫忙弄東弄西這樣 你知道嗎 好像護法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不要讓人家靠近這樣 等到自己長大之後 會降價之後 你才會說 這根本不用什麼鬼護法 你知道嗎 因為平常你沒有得罪什麼人 你幹嘛要什麼鬼護法 還是說你今天弄的不應該弄的 你知道嗎 你處理的不應該是你處理的東西 也就是你處理的超過你能力範圍的東西 你有可能會遭到一些反饋 也就是我不好意思講一些人家 人家人家報復 你知道嗎 不然那句冤有頭再有主 是怎麼來的 就是個人造業 個人單 有些事情 你如果要幫人家處理的話 那這批這個帳 這個問題就算在你頭上 我相信有在幫人家辦事的應該都很清楚 你在幫人家處理事情的時候 不是什麼事情都可以處理的 而且你出去本來就有自己的那一些兵將在旁邊 我都不知道哪裡撤來那麼多 這一些北朝威 我是真的覺得非常有趣 就是這個機身的問題真的是 我沒有說誰 我只是說機身的問題 我沒有指任何人 我是覺得做得要誠實一點 對就是對 如果真的錯了還怎麼樣的時候 就是想辦法要圓 我們要想辦法把它圓滿的 講出圓滿的話 圓滿的謊言 來好好的圓 圓榮包容他 讓他過去試過盡先 不是這樣 越扯越大 我這個氣球越吹越大你知道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是2022年底 這是最好笑的笑柄 我以上都是參考 YT上面所有的新聞 他們播出來的一些 一些連結所看到的心得 全部都是新聞報的這些 不是我自己亂講的 我也只是看完這些新聞之後 發表了一下我個人的想法 以及我個人在降價的時候 的一些心得想法 我只是要希望有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更有智慧的去判斷這件事情 究竟什麼樣的宮廟才去值得你去相信 你應該自己心裡面都都會知道 這個事情的對跟錯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其實降價呢 真的可以不用像以前一樣 我們家老闆下來 一下來他就要不要靠過來 人家自己你自己都會知道 你還有時間可以去準備很多東西 而且最主要的是 沒事老闆也不會百分之百 把整個驚在你身上 所以我是覺得你只是在 你只是在路邊走路表演你的東西 你今天不是要去打仗 他不會百分之百 過給你驚一滴 驚一滴 到你完全失去意識這樣 你怎麼還可以自己綁頭巾 怎麼會沒有失去意識呢 怎麼會有失去意識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這樣 所有的內容都要自己去判斷 去看說怎麼到底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但是我是覺得這非常有趣 這絕對是今年底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ok今天影片就先到這裡 ok拜拜